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 这里是津津乐道与RTE开发者社区联合制作的编码人生的播客节目 今天我们新的节目又来了 我们今天其实只有两个人了 一个是我 另外一位是我们今天的新嘉宾 许振斌老师 各位听众好 很高兴能够来到这个播客节目编码人生 来和大家进行一些交流 我呢是在美国的微软工作了很多年 微软的不同的产品基本上都有工作过 比如我最早是在做微软的浏览器 是做RE团队的 那个时候微软还在跟Escape做竞争 哇 下着好早 那一代的PC互联网时代 那么我加入了微软的浏览器团队 后来也是包括我们这个移动互联网的时代 我在微软内部也是在主推我们的这个HTML5的标准 那是等于是跟整个行业在合作去推动这个HTML5的标准 包括跟谷歌跟这个苹果这些公司来合作来推动这个标准 但是我最近这几年实际上很重要是一个我称为是AI时代 最近十几年你基本上是在做AI 更重心是放到AI这个上面来 那么做的AI产品在微软内部做的包括有我们的搜索引擎 我们的并搜索包括我们的广告并广告 包括我们的微软的个人助理叫Kotana 那这Kotana主要是跟这个Siri跟Alexa跟Google 其实是在做有竞争的这个关系的 当然我们的定位是不一样 我们这个产品是在1314年左右就开始在微软内部在推动 产品的这个速度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当时的其实这个技术上有一点挑战 其实还没那么成熟 但是从那开始我们就一直对AI就一直在做 我们做到这么十几年 那相当于您是经历了整个的这个AI的基础发展的 这样一个产业的循环了 对应该来说AI这个发展 我是自己有很多的亲自的这个经历 然后也每一次行业的一些新的进展 来寻出去的新的进展 我一直都有去在参与在里面 有的时候是有从产品角度参与 或者是说从一些其他的方面去参与 包括我们有很多朋友是在重物养研究院 他们也做很多这种AI的研究 那么我们也经常会讨论这方面的话题 录制之前聊天的时候您也提到了 你好像从02-03年就开始接触 AI方面的一些早期的工作了 一直到今天好像是过了20多年的时间了 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 您感受最深的一些事情是什么呢 因为其实是我们经历很多代 可能第一代更多的我们一讲AI 可能就是集体学习数据挖掘等等这些东西 到今天可能拆的GPD等等这些生成师 AI的产品出来之后 大家对AI又有不同的感受了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您觉得 给您感受最深的点是什么呢 每一个年代的这AI 它是越来越解决更多的问题 然后越来越能够把这个AI基础 运用到不同的地方去 比方说最新的这一波的生成是AI 就是基础模型 驱动的这个AI 我觉得它最重要一点是 我称为叫AI民主化 就是说很多很多的场景 很多很多的应用都能够利用AI 因为它是一个 可以只要调一个API 就可以利用到把这个AI的能力 迁入到你的这个应用 迁入你的场景当中 那么就导致了 这个各种AI的应用会无处不在 对吧 所以我觉得这次是非常大的一个 我认为是真正真正带来一个 AI的腾飞的一个时刻 远远线 大家一直在说这次的AI 是iPhone时刻 对吧 所以这个iPhone来的带来移动后援 那么这一次是一样的 深圳的经论 AI时代 那么我可以往回讲一下 就是说为什么说这一次是 因为你提到说 实际上很多年前我就在做AI 那么这几波有什么不同 一开始这时候 我在2003年左右 那个时候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因为这个挺多年前就在做这个AI 当然其实那时候的AI 很多时候是 是所谓的大数据 所谓的这个 data mining相关的这种工作 就是数据挖掘这方面的工作 因为当时的互联网带来了很多的数据 很多数据之后 大家都会去挖掘这个数据的价值 对吧 那么这时候呢 有各种各样的这种 数据挖掘相关的 包括推荐 这些工作都开始做出来 那么我们当时是称为是说 叫AI 但这个实际上是比较传统的一些 跟数据相关的一些东西 其实它更多的是 数据科学领域的东西 对的 实际上真正AI 又引起大家 一个比较关注的时候 大概在 应该是2012年左右吧 那个时候我们这个深度学习 真的是 不管是从公众 或者是行业 或者学术界 又得到很多的这种观众 是不是也是因为当时的 这个算力各方面的条件 达到了 才有这方面探索的可能性呢 是的 一个方面就是说 算力一直在进展 那么另外一面就是说 这个突破 当然是最早是2009年的时候 或是多伦多大学的 他们在做AlexNet 就是把这个 就拼成他们的团队 就今天这个OpenAI 那个首席科学家 2019年的时候 就在多伦多大学 那么他当时是 把这个神经网络 用于做图像识别 然后把图像识别 这个大幅提升 所以从这个学术界 引起特别多的关注 说这个算力够了 那么我们将可以 就是重新来做 这个更深的这个神经网络 那么可以提到 很好的效果 对吧 导致了很多 学术界的关注 那么为什么是到了12年呢 因为实际上到 从那时候开始 2009年开始 那个时候微软 实际上就开始 跟这个多伦多大学 有合作 真正把这个深度学习 就用到这个语音识别之外 这个印象非常深刻 对微软在这个语音方面的研究 对 那么这个是因为 微软跟他们合作了几点 那么大概在2012左右 开始就有很多成果 然后呢 也发表了paper 那么这个呢 让大家看到的 就是说 这个深度学习不仅仅是说 在学术界好像有些突破 它实际上是可以用到真正的产品化 那么真正的做到这个产品 那么工业界 那就应该去大量的去试图 实断一下这个深度学习 所以说 出发点是因为是说 微软实际上是先跟这个多伦多大学和说 当然 现在后来就谷歌其实动作很快 谷歌后来 很快就把这个深度学习啊什么都用到他的这个语音系统里头去了 包括他的翻译啊什么很快的 而且他们也收购了多伦多那个大学那个团队嘛 嗯嗯 所以大概在一二一三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对AI人才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 各大公司都在请AI人才 那么AI人才也很短缺 然后各种新的这种研究 就围绕这个深度学习就出来了 包括在这个视觉方面啊 在语言方面啊 都有很多进展 包括在这个自然语言处理方面也有很多进展 但是比较短板的还是那个自然语言处理啊 就那个时候其实是有很多想法 但是还是不像今天的大模型这样 就是效果还是没有那么好 从这个可优性角度来讲 可能在视觉方面其实做到 大家都看到很多人脸识别啊 这方面的中国有很多这样的人工智能的公司都是做视觉的 这个从实用性角度来说 视觉有很多是可以使用的 那么从语言角度 实际上它是比较一个每年都在进展的这种情况 就每年都有很多进展 每年都在进展 逐步逐步进展 那么从这个自然语言理解角度 实际上是稍微会有些新的刷卡 新的试图 但是有点瓶颈 当时的产品 我们当时做微软的这个个人助理 和他呢 那个时候我们的短板其实就是那个自然语言理解 就是说这个产品的体验 在自然语言理解方面会 会感觉不够好 那么所以这个用户体验就不够好 那么这一代的这个AI 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它实际上 你可以从今天往回看 你可以称为它是个专业模型时代 对 我用训练的素材 我让它做一个专用的功能 比如说我从一堆图片里识别出来汽车 对吧 都是这种 你说的这个很典型的案例 就是说 你看我要识别驱车 我就去找一些驱车的图片 什么让它来识别 对吧 那么我要做另外一个事 我就再去找一些图片 就做标注 而且很多是制药器人来标注的 对吧 然后呢 我还要找一批专业的人员 这很大优务 你就你就找一批专业的 懂这个AI的人员来训练 对吧 那训练完之后 当然你还得继续的去 去不停的修改模型 对吧 所以整体来说 它是比较昂贵的一个工作 就是说你如果想要 哪一家公司 你想要把你的AI 做到你的产品里头去 那么你必须要有人 有算力 有数据标注 然后还有这个模型 不停的维护 那你每次都要 而且你每次都要训一个 单独的模型 所以整个来说 它是一个成本 比较高的一个过程 那么就导致的是说 只有你能够 有这个能力去投入的 这些公司 这些产品 才会去用这样的AI 这是第二波的特点 对 所以当时国内就诞生了 所谓的人工智能四小龙 其实他们做的 其实都是专用模型的工作 可以称为是专用模型 当然他们在人脸方面 已经做到足够多的数据 足够大的 那么你也可以称为 在人脸方面 他们做的 相对比较产品化了 但是在其他很多场景 很多的创业公司 实际上他们做法 还是这种专用的小模型 这种做法 解决专门的问题 所以这样很难 有一个很好的商业模式 因为你作为一个公司 你如果你是要靠 靠你的AI人员 作为一个很关键的 这一个投入 那么你这个项目的产本 就很高 那么你就很难 给客户提供一个 要便宜的服务 就是你的边际效益 没法提升 你其实都是做的 一个一个的外包的项目 相当于 有点想念 对 很多AI公司 你现在回头看 其实就是这个样子 它就是帮别人做项目 一个一个项目 它不像一个产品 这个就是他们 最大的一个困惑 就是怎么把这个 AI做成产品化 对吧 所以那一波是那么一个特点 那么这一波是正好最新的这一波 从我们讲 从大模型 真正的是 大家对这个特别特别的热衷的是在20年左右 GP3应该是20年底 就差不多推出来了 那么当然之前就GP3啊什么 就大家已经看到说 大模型 包括有微软内部的大模型 它不是用OpenAI的大模型 因为微软的做搜索什么的 也是会有去做 也是需要的 对 在外面的工作 所以呢 其实从20年左右 大家都在谈大模型的 那么当时20年的时候 这个GP3出来之后 这个其实大家看到 哇 这个GP3的能力特别简单 因为它那个时候 GP3已经达到了千亿参数的规模 直到了这个千亿参数的规模 那么它的模型 就有很多涌现的能力出来 它的上下文理解的力 也就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从那个时候 就整个很多行业里都 接触到这个GP3的这些 不管是从创业公司角度 或者公司角度 或者学术界的地方 都会发现说 其实大模型是我们的未来的翻线 那么当然到了21年的时候 微软基本上就是内部 也基本上是都会bet的 就是在OpenAI的这个GP3 后来实际上就是投资了OpenAI了 对的 他们内部做的选择 我是18年已经离开微软了 因为我是在微软外部看内部 我不是没有什么秘密消息 突出的秘密消息 包括大模型 搜索的大模型 包括他们后来做投资 其实也都是公共性戏 所以说到21年就微软 他其实是选择了OpenAI 然后就大力投入 那么到22年的时候 OpenAI他们做了一个 我觉得做的非常好的一步就是 他在这个GP3上面 现在GP3.5 推出了ChairGPT这么一个产品 因为你有一个模型 实际上模型是能力很强大 但是如果你没有一个产品 没有一个端到端的体验 那么其实用户是蛮有感受的 只有专业技术人员可以说 这个模型特别好 不过iOS再好 我也要做一个iPhone出来 给大家用 对 所以这个ChairGPT实际上是从他们这个产品定位 从他们OpenAI本身的公司战略角度是非常好的一步 就是说我先在这个GP3上面 这个模型上面 我去针对这个 就是跟人来做推化的这个场景 我做一些优化 上面做了一些Find Tuning 就是微角 然后在上面再做一些这种 争潜性 就是ILF HF 就是做这种 Reinforcement Learning 就是争潜学习 对 在上面再做争潜学习 然后就可以让这个产品 在对话方面表现特别智能 所以这么一个产品推出来之后 引起很大的轰动 那么60天之内就达到了应该是10个亿的用户 是吧 60天之内 对 它的增长应该是有史以来增长最快的一个产品了 对的 然后它马上就可以拿很多的用户的数据 再反过来的训练 对 ChairGPT带来比较大的一个意义 就是说让很多很多一般的对AI没有什么知识的人 都能够去亲自感受一下 你就直接上这下的GPT去用一下 而且感受完之后 他们会觉得这个AI特别的智能化 就是你跟他说话就好像跟人对话一样 就是真正是第一次有这种感觉 因为你如果看我们讲这种对话机器人 就用上一代 我们讲1213141516 那么那年代的这些 这种chatbot实际上当时是挺热的 但是那个时候做出来的这种对话机 我们称为对话机器人 实际上是一个笨的机器人 对吧 就很多动物的感受是说 我跟他对话 就为什么你要跟我对话这么笨 你跟我对什么话嘛 对不对 所以实际上就是 其实是有一个很负面的一个感觉 反而是说如果你给我一个对话机器人 我作为用户 我体验是不好的 我还是想跟人做来说话 像GPT是第一次让人感到说 这个机器人真的是很聪明 我可以跟你像人一样来对话 而且那时候你说的像超出人的能力 对吧 特别在一些任务上面 它的表现是在这个生存事实方面 它远远超出人的能力 因为它已经有把全世界的这些知识 都迅到这个模型里面去了 因为它学习的餐量远远比咱们人学习的餐量的量 要大得多 对了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最大的意义就是说 让很多一般的咱们的用户 咱们都能够感受到这什么叫AI AI会是什么 然后就有带来很多的显现力 对吧 大家其实很多用户反而说 你们AI能做这个能做那个 有一些场景其实现在技术还不能做到 但其实很多用户就开始说 你看这个GPT做这么好 能不能做其他 这个就反而从这个需求端来说 他们会提出很多的想法 想象力就更多了 对的 然后反而是对做技术的产品的带来一些压力 因为就是说 如果我们去做一个产品 然后用户说 你能不能帮我把这个都自动化 用AI做了 那么如果你跟用户说做不到 那用户就说 那人家去GPT可以做这么好 为什么你不能把我数据拿过去 去讯一下就做出来了呢 对吧 其实算是很有趣的一个实现线 对吧 当然就是说从社会意义上来说 我觉得这个是 真正的是一个蛮深远的意义 你就会看到有些用户 他就开始会对这个很有信心 就觉得这个AI能够带来 要改变世界了 要抢走我的工作了 很多人是这样一个专业 对对对对 但是有些人就会比较悲观说 这个AI会其实是毁坏我们的社会 其实开始有各种不同的想法 当然做技术的人 有的是会比较理性 说这个还有很多挑战要解决 就有大家对这个有不同的想法 不同角度来看这个事情 对好像就是大家对这件事情的理解 在于说大家对AI的这个能力边界 理解的不同带来的不同的观点 我总感觉是有这样一个过程 这是很大的一个方面 因为我觉得这有几点 就是大模型本身的边界在哪里 其实也是一个大家没有完全搞清楚 因为比方说大家都会说 那你最近的最好的大模型 GPT4那么其实上它也像是个黑盒子 其实是很难去控制它 不像说咱们传统的软件 咱们以前这么多年做软件 写代码写出来的软件 实际上是你程序员 可以去控制它的行为 你去看它的行为 你可以去理解它为什么这么做 那么今天你给你一个GPT4模型 它给你一个答案 有的时候我们是搞不清楚的 为什么你给我个答案 甚至它经常会幻想 会瞎说 这个是幻想瞎说 是这个大模型一个特点 对 胡说八道 另外一点就是说 OK那我知道你有可能 有时候会幻想 有时候会想说 那么我是不是可以去控制你呢 但是这个控制其实是很难的 从这个OpenAI角度 他们自己也在做很多模索 他们作为一个重点 再来研究说 怎么样去控制这个模型的行为 我们称为叫Alignment 就是对齐 就是跟你要的目标来对齐 我要往东走 你别往西走 因为它是一个生成式模型 有人说这有点像概率总计 当然这个大模型 实际上今天已经超出了这个角度 但在某种意义上 你可以说它有点像概率统计 就是跟你一个比较高概率的事件 往下走一下 那么这种情况其实就很难保证 你要它做的事情 它就照你那个方向走了 就是它的输出的确定性 没有这么强 其实它有两个问题 一个叫Granding 一个叫Alignment Granding就是说 你要能够落地 落地到我们的这种 跟我们的场景结合 就是你别超出我的场景 这些东西 我场景给你什么数据 你在我里面去Grand 在我的场景里头 另外一个就是Alignment 就是我要你做什么 你比如说做到另外一个地方 或者说你给我一个方案 导致了我的这个 带来很大违汗性 很多边际效应 那么这两方面 都是比较难的问题 那么这两方面 也会有这种 真正的对于 这个AI 用到我们的现实生活 会有很大的这种 你如果是说 你的对齐没做好 那么这个AI 就可能会做坏事 那就是大家所担心的 说AI做恶 这个事情呢 你叫它去做一个 A的事情 那么它同时 把B跟C也做了 那么B跟C 可能是个坏事情 联想的更远一点 就是说它有个力量 发射核武器 对吧 大家担心的 但这个事情 你怎么控制它 不做这个事 那方面 就是因为 本身这个模型 它就在这个 对齐方面 它有很多问题 在Alignment方面 它其实是有问题的 才是需要有很多的工作 要做 不是说不能移用 就是说 可以在很多场景 可以移用 但是确实是 我们要谨慎 有些场景 我们可以说无所谓 但是很多场景 我们要更谨慎 对吧 比方说有些场景 我们就是说 今天很多场景 是AI陪人聊天 那么聊天的时候 这个大家对于它的 这个容错度 就会比较高一点 就是说你就 有的时候瞎说八道 有的时候 讲一些什么样东西 都比较稍微无所谓 那么一点 但是你要它 去做事情的时候 我们的容错率就有低 特别是做一些 比较重要的事情 比较关键的事情 那么这个就是 AI的危机论 就因为它AI 是有可能做这个事情 这也回到 你刚才说的事情 一样的 就是说这个边界在哪里 这是大家都要探索的 它是在边界内 还是会在某一天 它突然有了所谓的 自主意识 超越了这个边界 因为前段时间 我们也看到 包括马斯克在内的 很多人都联名 签署了一封信 就是要求大家 对这个AI的发展 要保持一个 相对审慎的一个态度 甚至还建议大家 是不是要把这个AI的 这个研发 稍微的放慢一点 是吧 来避免这个AI带来 可能会带来的 这些风险 但是现在看来 似乎这封信 也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 大家还是 该怎么发展 怎么发展 但是在您看来 就是我们刚才说了 这么多AI作恶的可能 您觉得这个AI 这个技术 它到底是像 当时的大家 这封信里面说的 它可能比原子弹 还危险 还是说我们是有更好的办法 是可以去控制它的 这个负面效应 我觉得要看 马斯克他们写的那封信 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说我们要看 这个时间的维度 就是说 你要从一个 比较长的时间维度 说我们讲10年 20年 50年 100年 就非常非常长的时间维度 那么我觉得这个AI 确实是跟他们讲的一样 就是说 有可能带来很大的危险 那么我们大家都 比较熟悉的电影 Terminate 终结者对吧 就是简直是SkyNet 它控制的一切 那么这个从一个 很长的时间点来说 我是觉得 AI是有能力 能够做到非常强大的能力 因为首先它的数据量很大 它可以学到数据 其实是很大量的数据 比我们一般的人的 能够转过的数据量 是更大的 知识可以更多 另外一个就是 很重要一点 它迭代速度 会比我们快很多 咱们人类 是一代一代的 人一生从小孩 长到成年 然后还生小孩 这个是很漫长的一个过程 然后一代一代人的迭代 实际上是比较缓慢的 人的学习也没有这么快 输入能力没有这么快 所以说机器它的优势 就是说 它可以别的很快 它学习可以很快 所以说它到了一定程度 那么它可能的进化 是会比我们更快 所以从一个比较长的时间点 我是同意 他们那个观点说 我们要注意 我们得好好地去思考 人类跟这个机器 怎么去竞争 这个从很长的一个时间 现在也是思考 但是回到来就是说 是不是今天 是不是未来三年 未来五年 这其实是个打问号 就是说可能没那么快 因为今天算力 其实上还有很大的问题 那么算法上 实际上今天的这个算法 已经是 我们有Transformer 这个结构 其实是比较好的一个模型 就是有了Transformer 我们才能做这么大的模型 去训练 但是实际上 也不是最好的 最高效的这个模型 相比人大脑 它其实很多是非常低效的 你看耗电量那么大 所以说其实上从今天开始 你说三年之内 五年之内是不是 其实我是觉得没有那么快 就是说今天还是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要解决 我们还是有很多的时间去研究 去找出它的这些边界控制 所以马斯克他们说的 大家要挺一下 有的时候它是处于一种商业意识 商业上面的这种运转 商业竞争考虑 对 大的道理是对的 但是从一个时钞上 我觉得它很多是一个商业上的一个考虑 他就说OK 能不能停一下 因为我跟不上呢 等一等我 很多人也是这么跟进的看法 是一样的 对 他可能会从商业竞争的角度 去看它的这个表态了 从另外一个角度 就是说你要考虑 就是OpenAI本身 它也是很希望说 能够对社会有负责任来推这个模型 对吧 它也不会说 随便你去推一个毁灭世界的SkyNet就出来了 它也不会去做这个事 也没有能力做到 对 而且我们从这个OpenAI的迭代来看 似乎现在它的迭代是不是变慢了 我们会发现它从3到3.5到4可能会非常快 但是4发布到今天可能是有一段时间了 我们并没有看到 它在大模型的能力上有更多的进展 更多的它可能会做了一些工程化的方面的东西 比如说做了插件的机制 就是围绕Chate GPT这样一个应用 它做了很多的东西 但是实际上它大模型能力 实际上在这段时间 我看到没有很多的进展和迭代 您觉得这是什么原因 我觉得它是把重心转载了 对底层的模型的研发的重心 是转载了可控性方面 就是说 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这些问题 对 就是Alignment这个事情问题 所以它其实是会更关注这一点 对吧 因为这点如果不解决 你模型继续在扩大 那么很多涌现的能力 那么其实你也不知道该怎么用 不敢去用它 对吧 所以它第一步要解决这个问题 就像另外它的竞争对手 Antropic Antropic 他们一上来就是说 他们是把这个安全 这个考虑在里面 但是呢 实际上OpenAI显得不仅是安全 它还显得说 我怎么在做可控 对吧 可理解 可控 不仅是说安全 我还能够理解 这个比方说 我跟你画个框框 你出不了这个框框 但是我还是最好 我想理解 你最好不是个黑盒子 你是个白盒子 最好我能够看得里面的东西 所以OpenAI 其实是会花很多时间 经历在局势方面工作 从底层模型来说 那么从上面的应用 你可以认为它是一个应用 它只是用模型来做的一个应用 那么这个应用 它是要去继续的去发展 比方说加插件 然后能力扩展 来服务它的用户 我觉得是很make sense的一个事情 就是它会往中央那去走 那么现在没有去 很快再推一个大模型 可能也是因为它的资源就有限了 它也没时间来做这个事了 这段时间您在美国待的时间比较长 因为在国内可能在投资界也会有些争议 我看大家也是分为两派 一派说大家应该着力于大模型的应用和发展 我去做大模型 我看现在最近各个公司也在做自己的大模型 另外一趴的投资人 可能他的观点是 大家可以有一些创业者 可以尝试在大模型上去做一些应用 做一些上层的应用来解决实际的问题 可能会分为这两派 可能这两派之间还会自己有一些争议在里面 对于创业者来讲您更倾向于他们才应用 什么样的一种形式来拥抱现在的大模型时代 还有一个500亿的了 其实是大概基本上目前来说 国外的大模型基本就这么几类 大概在10亿左右 然后或者是说130亿左右 或者说500亿600亿像Facebook NAM这种GPT这种大模型就很少了 就OpenAI Antropic 或者是说Google 这些会去做这么大的模型 那么你可以看到它实际上是一个 我们都称为大模型 而且他们能够用到的应用场景也不一样 就比方说 如果你只有一个10亿的这种 我们称为10亿的小小大模型 你其实已经可以做很多事情了 你比如说有的时候在 自然语言的处理方面 会比以前的传统的上一代的技术要很好很多 所以你其实是可以有机会 就用这个10亿的这种模型 来重新改写以前的场景 以前的场景可能用传统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 那么现在我就同样做同样的事情 我用10亿的模型来做 那我效果比你好 大模型的应用 但是如果你选到了这个千亿规模的这种 像GPT3GP4这种模型上 那么它的推理能力就会很强很多 它本身的推理能力也特别强 可以在上面做这种插件应用什么的 这种就可以做了 如果你拿这个10亿的这种 或者是百亿的这种 基本上你不会去创建一个插件系的这个生态 所以这个你看 这个不同的大模型 小小大模型 小大模型 中大模型 大大模型这个题材是不一样的 那我以前的比喻是说 你穿越者怎么选择呢 就看你的定位 就像说我把千亿以上的这种 规模 或者未来更大的 GPT实际上是更大的 我身为有点像 你本来当做像操作系统这样来看 大家都随着操作系统 操作系统上面你可以开发很多应用程序 当然操作系统也是个程序 也不是在硬件上面写了个程序 只是说它比较复杂 它真的是不是很多能够给这个实力研发的 全世界做操作系统的人 就这么几家公司能把它做成功 所以说如果你做一个专业公司 如果你发现你的定位 就跟你有能力去做个操作系统一样 做个生态一样 那么也许你你想去做基础的大模型 如果你说OK 我没有这个能力 我大概能做这个百亿左右的 百亿就有点像 就是很多开源的都是百亿的 那么你在开源上面 可以做很好的东西 但有点像说我们今天的一些软件 比方说我们说在操作系统上面 我们有Office 有Adobe这些软件 也是很复杂的软件 它比较专用 它在这专用场景 可以做得特别好 我觉得在这个百亿 这么一个规模 就是类似这种应用 这种叫我们称为ISV 就是独立软件开发商 那你的双业公司 如果你觉得你是 类似可以做这种独立软件 做得特别好 特别深有很好的数据 然后这个功能做得特别好 你可以去选做这个东西 那到这时候呢 你的模型 其实是很多可以借助开源的模型 因为已经有很多开源模型 可以拿来用 作为这种百亿左右的 那再往底一点就是说 我们刚才谈到就是 那我如果只有十个一嘴的 那可能是很特定的一个应用 那就像今天来说 我们很多公司说 你给我开发一个程序 给我做一个mobileAPP 给我做什么 那就是这种小应用 非常非常小的应用 我就给我自己的场景用 那很多公司 也可以做这个事情 也可以创业 它也有它的商业模式 所以我的比喻 是有点像这个 就是说 你要看自己的本身的资源 本身的这个能力 定位 你是不是想要去做个操作系统 还是想要做一个ISV 还是想要去做一些应用 真的是小应用 专用应用 那么你要看清楚 那么你就都可以去做 但是从一个大的一个规律来说 能做操作系统的 毕竟是少数 永远是少数 但是你如果做成了 当然你的回报是最高的 但是是最大风险的 所以从一个投资角度来说 那肯定是说 要精挑细简 就是说你这个团队 能不能做出来这个东西 各种都得考虑 对吧 但如果你说 我就投一个 这个公司 你就做一个应用 你有推出领域的数据 对吧 你有很好的场景 产品定义特别好 你团队也都做得不错 那其实也很好 大概这么一个比喻 我大概是说 以前也是给投资一些行业 人物也是讲这么一个比喻 其实还是要从团队自己的能力 诉求已经寻求场景来出发 来看这件事情 对的 而且中国还有一点 就是说 中国现在的大模型 还没有真正的 像美国的GPT 这个大模型 这么能力 潜大还没有 基本中国也有大模型 但是就是说 相比来说 它的能力 还是没那么潜大 对 所以可能在一些专重领域 它可能会做的 反而更好一点 如果你要从商业上 很快能够取得进展的 那你可能是 有一种就是选一个 10亿参数左右的模型 或者是百亿参数左右 或者说70亿 或者是7 billion 对吧 70亿 或者是100亿参数的这种模型 开原模型 然后你就把以前的一些 产品给它替代掉 这时候 你的营收可能很快就上来了 应该任务体验在这上 可能会上一个非常大的台阶 对于任务来讲 相比上一代 肯定是会上很大一个台阶 就像上一代 那个Chatball 我其实称为Chatball 1.0的吧 那现在你可能是3.0的 对吧 那你就差别就特别大了 就是感觉这个 带原模型出来之后 其实对NLP的研究领域 是一个挺大的挑战 就我看到很多人说传统的NLP的那些研究 可能都可以挺挺 是这样吗 NLP当然它比较管 但是就是说传统的 以前把这个NLP分成好多好多环节 很多的步骤 很多那现在都可以不用了 对吧 现在就是直接就是端到端一个 直接就理解掉了 确实是这部分的一些工作研究都没有那么多需要 但是NLP本身它做一个研究领域 它还是有很多问题要解决 就是包括安全问题 对不对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肯定还是可以有人去研究 只是说你现在要研究的是大语言的安全问题 都是base在大语言模型上 我们再去做NLP的研究了 对了 现在很多应该是都会往大语言模型转 当然还有大语言模型 现在也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怎么在我的设备上来运行 就是说很多时候就说 我最好是能够把这个大语言的能力 放在local上 迁移到我一个小模型上 对吧 迁移到我这个百亿左右的模型 百亿左右的模型 我基本上根据今天硬件的发展 Mac Pro能达到大概在1 billion 10亿左右的模型应该是可以的 所以说我如果能把这个很前大的人力 想办法迁移到一个小小的 小一点的小大模型上 那可以在很多设备上运行 这也是很多人会想要感兴趣去做的事情 将来的硬件研发 会不会也会向面向大模型友好的 这个角度去做呢 就像我们知道的 在前几年 苹果推出M系列的芯片之后 大家在上面剪视频突然发现 OK好像非常顺畅了 其实它是针对于这个视频编辑码 去做了专门的指定机的优化 那后面会不会在硬件研发上 CPU的研发上 也会往面向大模型友好的 这个方向去做吗 现在业界有没有相关的一些讨论 我个人是相信一定会往那方向走的 就是业界的这种动作 往往是很多是公司内部讨论 我们也没有外面的消息 也不知道他们看不到 但是实际上应该来说 很多公司都在往这方面有动作了 然后有些创业公司就一直定位在说 怎么样能够让这个设备 端设备能够运行 这些大模型都有 从硬件的角度 我觉得它应该是个必然的趋势 因为如果不往那方向走 其实你今天很多时候你的硬件 你都不用升级的 你的电脑其实完全足够用了 那么你如果不是 一的你就往原宇宙方向走 那么你的电脑的应用要求能力又高很多 或者你往AI方向走 那我需要有很前的AI的推移能力 那么两方面走的话 会导致你这个硬件要升级 对吧 我觉得整个行业肯定是希望往这方向发展 对 有利于厂商的商业价值 不然的话性能过剩的问题永远解决不了 对 你一个电脑就用了10点你还在用 那他们没法再卖给你呢 应该是我觉得性能会往这方面发展的 这说回中美差异 您一直在中国和美国之间来回跑 您可能对两国的差异理解可能会比较多 我那天看到了一个研究报告 说有一项调查显示 78%的中国人认为人工智能力大于B 这78%的比例在所有的国家里面 可能占比最高 就是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会认为 我应该拥抱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给我带来的好处大于 它可能带来的危险 但是反过来 只有35%的美国人认为力大于B 也就是中国可能有大多数人认为力大于B 但是美国可能有大多数人认为B大于力 这样的一个调查结果 是在怎样的一个背景下产生的 这里可能我就不得不了到 可能AI这件事情 慢慢的由一个技术问题 变成了一个文化 甚至说人文的问题 是吧 您会觉得两国之间在这个方面 有怎样的一个差异会带来这样的一个影响 我觉得这里有一些是从其他行业都可以看得出来 中美之间或者是中国跟西方之间有差别的 你举个例子说 移动互联网在中国的起飞是非常快的 对吧 那么我们很多生活都围绕你的手机 然后我们的人脸识别到处都是 从这个社会安全角度 那么我们到处去按设限头 那么这个在中国实际上是比较有接受度的 就大家觉得这个是大家重视的就说 你看我更安全对吧 有的时候对隐私什么的就可以牺牲一点 从这个角度就说 从平衡角度不是说 不是说中国不重视隐私 而是说如果你要去平衡点的话 我们会更偏限于说 那还是要从这个公众利益来考虑 考虑工作社会安全公共的安全 我个人牺牲一点 我觉得大概我觉得可能是这种 有这种思维 然后从美国这个或者西方角度吧 其实他们会比较注重个人的这个自主主义 他会从个人来考虑问题会更多一点 所以他们会很重视隐私的问题 那他们会很重视说 那我肯定要能够更有控制 我个人要更有控制 而不是说你政府也好 或者是外面有个机器来有更多的控制 所以从这控制权角度 从文化上来说 西方会更希望就是个人主义 所以我觉得这是蛮大一句 从其他的这些就可以看得出来 基本上是会带来很多的差异化 那么从这个人工智能这个角度 我觉得还有一点 有一点也是比较不一样 就是说 咱们中国人都其实是比较 愿意去接受新生事务 愿意去接受创新 愿意去以科学态度来看看东西 这个是科学 我们应该先信科学对吧 所以会去信任他 在西方社会有的时候比较复杂一点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经常听说 就是有些人好像讲的观点 不讲科学 对吧 我们讲 或者宗教背景也好 或者什么背景也好 反正有些人你会觉得 科学的东西 为什么他们不接受 但他们就是有这个 就是他有的是不接受科学的东西 那么他对这种科学的东西 有的时候会有更多的抵触感 我要信什么什么什么 对吧 那你这个科学 而且他们会很容易来批评 就很喜欢去批评你这个新生事务 把你的新生事务会有各种问题 会带来社会的安全问题 什么这种人类会灭什么的 我觉得就是西方 他有很多批判这种思维 也是比较根深底部的 就到处大家都想去批判 很多新东西 我想这也是一个 蛮大的一个因素吧 那在未来这两国之间的 这个AI技术发展 基于这样一个文化的差异 您觉得会产生 怎样的一个议统呢 我觉得很多是可以参考 咱们今天的技术的应用 包括移动互联网的应用 包括一些软件怎么去用 对吧 这些都可以看得出来 两个社会对它 是会有不同的这种对待 那比方说 西方它会比较慢 走得慢慢的走 一步一步走 咱们的文化会说 激进一点没关系 如果大家认为这个方向是对的 咱们就快点走吧 就快点跑 往前跑 跨越式发展 对 咱们就跨越式发展 所以我们会比较重视 就是说 结果重视发展 重视说 百发期望 赶紧是 选各种创业思维 赶紧去试吧 那么我觉得在国内会出现 各种KM的这种 AI的这种应用 可能在西方是很难显现的 现在觉得 你们中国人怎么这么有创意 怎么会这么去用 对吧 他们有的时候是很难显现 这些应用程度方面 他们是很难显现的 我觉得可能会出现这种现象 真的是又跟移动互联网有点类似 然后你又回到 就是国内的这种 很有创造力 很有显现力的这些 AI的应用 其实就开始往海外走 就跟出海一样 就是那好 我们其实是 创造出了这么一个东西 在国内已经验证的是 很好的一个事情 往海外去赚钱吧 就是放大这个市场 对 就把海外做一个市场 那么国内做一个先去 就是先行者 我觉得很多会这样 但从一个底层的 这个infra角度 基础角度来说 西方还是比较 走得稍微前沿一点 因为其实他们在 在这个checkGPT 这么大的声音动作之前 比方说192、2021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 这种早期的公司 做infra的 包括做模型 都已经在动手了 所以他们其实是 走得还是蛮前面的 我觉得这个差异 还是会有 国外在infra方面 基础设施方面 底层方面 他们还是会比较有 市场占有力 其实这里就不得不了 到政策的问题了 其实在AI落地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看到了 AI对政策既有的法律 伦理带来的一些挑战 比如说可能最受关注的 就是AI生成图片 这件事情带来的 这种版权正义 现在又有很多的内容 可能会被AI去趴走 然后用来做大语言模型的训练 但是可能真正的内容 创作者在里面 也没有办法获得 更有效的这种利益的保障 所以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所以从政策上 包括中美两国在AI产品的许可 北岸等等这些政策上的差别 这些影响会不会对将来 AI的发展带来一个 不一样的一个推动力呢 或者是一个阻碍力了 它也不一定了 是的 我觉得国内在这一块 其实是有的时候 还是会走得更快 因为我们可以用政策的这种方法 来推动发展 对吧 我们说为了发展咱们就这么做吧 那么就可以从一个政府角度来做一些 制定一些政策来鼓励发展 对吧 那么当然因为这种一件事情 如果你考虑所有人的方方面面 其实都挺复杂的 对吧 但是从我们的政府角度 我们可以有所取舍 比如说我们就先发展吧 那么政策来说 你的版权问题 OK是有版权问题 但是我们先权衡一下 如果这个版权阻碍了 我们的发展 那么我们可以下个政策说 可以这样 应该是日本 应该有一个政策出来说 是用这些作为模型训练的 这些数据不存在版权的问题 应该是有类似这么一个 一个出来了 在西方 这方面往往确实是会比较复杂 因为它那个社会 就是会让很多人充分去讨论 很多事情都需要这样 就各方的利益都得兼顾到 我是创作者 我应该得到这份利益 就像我最近看到 他们在罢工 对吧 对 好莱坞的这些人在罢工 我刚刚从洛杉矶回来 那么我亲眼看到 好莱坞的这些作者都在罢工 演员都在罢工 而且我在回来这一天 还看到了他们的飞行员 也在演员罢工 所以说他们在这种 经济利益的分配方面 就会去做很多很多的 博弈对吧 那么就导致了 就是说一个政策的制定 没有那么快 就是很难从一个政府角度说 我就这么低下来 因为他们是一个博弈的 这么一个过程 他们产生一个 最后一个方案 那么往前走 这种事件有的时候 其实挺漫长的 咱们的这种政策 会可以从整个宏观角度 就是说 咱们是可以从整个社会说 对我们国家比较好 那我就定这个政策吧 这是发展为先 对吧 不管是黑猫白猫 能够找到了老舌就是好猫 对吧 这个是咱们比较典型的一种 我觉得这方面 在政策方面的差异 会导致说 就跟今天人脸识别 人脸识别 在中国有很多应用 在海外其实应用是非常非常少的 就会产生这种结果 AI也是会这样 我觉得 这个是反权方面 类似到这种问题 都会产生类似的结果出来 也就是您会觉得 AI在中国可能 各种各样的应用的形态 可能会跑得相对来讲快一点 我会觉得是会快一点 现在海外是怎么样一个状况呢 尤其是在新的应用的涌现的方面 现在是怎样一个状况 因为有的时候 我去看海外的很多新产品发布的一些网站 可能也能每天都能看到一些新的东西出来 海外它其实有个优势 就是咱们讲 刚才我那个观点可能得稍微再修饰一下 就说这个AI创业到底哪边多哪边少 因为海外它有两大类 一类是B2B 一类是B2C 咱们一般创业是这么定位的 海外其实大部分创业是B2B为多 就是B2B 他们传统上就是B2B为多 因为他们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B2B的生态 而且B2B很多公司都能够做得不错的 营收很好地退出这种 B2C他们偏少 因为B2C来说是一种比较威胁高的 那么他们很多不愿意去做这种高风险的这种投入 在AI这些方面也是他们有很多 你可以看到经常有公司出来 但很多其实是做B2B的 那回到中国来说 中国我觉得咱们做B2C是蛮上产的 而且咱们也很喜欢做B2C 因为如果B2C能做出像一个像腾讯 像头条这么大一公司 那当然是非常非常厉害了 那大家都想再做一个出来对吧 而且我们B2C人也足够多 可以做很多B2C的 我们的用户足够多 其实中国就是有一个非常庞大的 C端的融户的基础嘛 对所以很多B2C实际可以做出一个商业模式 做出来真正的能够走通 做一个创业公司走通 但是咱们在B2B方面确实是一个短板 就是说 其实咱们更多是B2G 就是政府对吧 B2D 因为B2B这个方面你要跟很多年 咱们一直讲SARS 咱们SARS在中国一直是做得比较困难的一个行业 很多创业公司投资也好 走了这么多年发现SARS挺难走的 是因为说你想走B2B 那么你首先这个B2B的生态要能够好 那这方面在国内确实是有挑战 那么这个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觉得你国内你现在说AI的创业 我觉得比国外会更多了 也是我觉得是在B2C这个方面 就很多B2C这个方面我们会有很多很多创新 我们会领先 那我们会往海外走 大概是这么样子的 也就是您觉得出海可能也会是一个将来比较大的一个方向吧 应该是会的 B2C应该是会的 对 因为它有这样的一个人群还有产品的这样一个基础是吧 对咱们有人群基础 而且咱们有可能是中国应该是有全世界最好的产品经理 对吧 B2C的产品经理 你这个研发产品能力在那里 然后有拥护基础 那么就能够走得出来 最后一个问题 因为毕竟咱们变版人生的这个节目是面向开发者的 那您作为一个投资人和一个在AI领域做了这么多件事情的一位资深的从业者 那您对现在的我们这些开发者有什么样的希望呢 或者是希望他们在这样的一个他模型时代能够做出什么事情 或者他们的机会在哪里呢 我觉得对于开发者的话 现在还是要拥抱开源的这些进展 因为现在实际上开源出来的很多东西 完完全全是可以拿来做很好的应用的 这个对于咱们开发者来说是最容易入手的 所以拥抱开源的这些东西 这是一个 第二个我觉得可能聚焦点是在 可能是在百亿参数这么一个规模的这些模型上 去做各种各样的这种应用 各种各样的尝试 因为成本也比较低一点 没那么高的成本 相对来说我们的这个做出来的应用 我们的客户也更容易接受这个成本 第三个我觉得就是因为目前来说 这个大模型的AI agent 大家都想做这种终极的一个应用 但是实际上真正做AI agent的这应用 目前还有很多的技术挑战 其实它这个生态是比较动态的 包括是底层的模型 那么中间层的这些 以前用的这是land chain对吧 那么应该其实都不是很好的东西 这些中间层也不是很好 那么在上层做应用的时候 你自己要做很多工作 实际上整体的这个架构 还是一直在动态变化当中 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说 作为开发者还是要自己去尝试 然后跟上这些各种发展 最新的这个动态发展 因为现在属于一个 非常非常动态的一个年代 就从这个整个开发者生态来说 那么你如果不是说一直在里面做 那么你很快可能就会给别人抛开了 别人就比你更多 说更多的经验就积累在里面 所以也建议说 不停的跟着这个行业再往前走 OK好 那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 今天特别感谢徐老师 是在西雅图跟我们去连线 然后去录这期节目 当然这期节目的音质 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问题 但是我相信也不影响大家收听 而且今天徐老师分享的 干货也是蛮多的 我感觉这期节目 还是蛮值得一听的 所以也非常感谢徐老师 今天拿出夜里的时间 是吧 应该那边已经很晚了 拿出来夜里的时间 跟我们一起来录音 那也期待着我们下次在北京 能够有一次很好的线下的录音 那我们编板人生的这期节目 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 本期播客节目 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 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在微信 微博朋友圈 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 您的分享 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 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 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津津乐道播客 天津的津 欢乐的乐 道路的道 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 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您的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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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的观看